大家好,这里是Shinnings 我打算用这个小视频呢 就是对之前的一个开坑调查的结果 向大家做一个反馈 基本上就是在截止到我录这个视频为止吧 我决定根据就是大家投票 我决定开坑的游戏呢 基本上是Dark Souls 还有怪物猎人 他的网上联机 不过对于这些支持了生化危机的人们 你们也不要太失落了 我之前呢也是提过 我是生化危机系列的一个大粉丝 可以说是 而且呢我可以告诉大家 就是我录的第一个游戏的实况 其实它就是生化危机的 只不过我是自己觉得太差了 没有发出来 所以呢 就是说这个生化危机的视频 我日后呢 肯定是我补给大家 我是肯定是是有有意愿是录生化危机的 但是现在呢 根据大家投票 还是决定录 Dark Souls和怪物猎人的这两个视频 基本上也就是这样吧 总之 这个视频是大家可以看是暗黑 暗黑三的一个这个测试 就是公共测试服务器 我是在 他是在准备出这个 就是应该叫死神之连吧 还是叫什么 就是新的资料片 这是之前的一个是向公众开放的测试 我也是随便就是试了一试 这个暗黑就算我说点题外话吧 我觉得我很有可能是等这个资料片出来之后啊 我是打算去去录一录吧 因为毕竟我特别暗黑这个还是可以说还是基本上我是非常的非常还是很喜欢的 感觉是我最喜欢的一款这个可以说是ARPG游戏吧 啊基本就这样吧 这是等于是录这么一个小视频 相当于是向大家是汇报即将要开一坑的游戏 两个是黑暗之魂和怪物猎人的链机 啊定成这样我现在是打这个也是随便打一打打这个是这应该叫阿兹牡丹吧 是这个the lord of sin 是应该是碎恶之王 这个由于我的装备啊还算是比较比较比较好的吧 啊所以说这个基本上是属于碾压 可以说是打过了 哎这也直接打死了 可以看见这个怎么说呢是新的一个测试测试的还是有一些很改改了很多像这个战斗它是像进入第二阶段的时候它是被整个是外场被围起来 你只能在内场打你之前的这个就是它放这个地板的这个就是黑水的时候你是需要在外场闹圈吗还是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啊 啊你基本就这样吧这是我这一期现在很短的一个视频向大家汇报一下我的这个开坑的结果 希望大家也是继续支持啊就这样我们下期再见